大法谷节目 常常有一些学佛的人 看到别人吃荤食呢 就在旁边说罪过罪过 或者是说你的业障很重哦 跟他人相处的时候 不管对方是不是佛教徒 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接受 就叫人要多念佛 可能呢他是好意 但是往往却让人很不自在 那么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一个初学佛或者是未学佛的人 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该如何处理跟调试呢 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对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是说还没有修佛的人 或者初修佛的人 听到了这样子的话 是怎么自处 作为一个佛教徒该不该有啊 这样子的态度 这个我想要先要问一问 其次呢 才说到呢 非佛教徒或者是刚刚学佛的人呢 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办 作为一个宗教徒 认为自己信的宗教是最好的 认为自己的观念呢 想法 或直接说信的宗教的规定啊 是最重要的 这未可以批评说它是好 说它不好 因为这是它自己的信仰啊 问题是作为一个宗教徒啊 是不是啊 应该用自己的尺寸呢 以自己的信仰啊 来强迫人家 来恐吓人家 来威胁人家 至少作为一个佛教徒是不应该的 这个样子的话呢 如果你认为是应该的 那可能呢 你得到的效果是相反的 希望人家也成为佛教徒 希望人家也能跟你一样 不失婚或者是不做什么事 但是不听到你的话还好 听到你的话以后啊 对佛教呢 从此啊 没有好印象 也可以 可能说 你断了它 今后 要成为佛教徒的路 会圆了 从此以后 看到佛教徒就讨厌 不要说是听到佛教 而且知道谁是佛教徒 他就怕 把佛教徒当成鬼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徒那么坏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生活方式 遇到佛教徒的话 佛教徒就骂他 罪恶罪恶 一仗一仗 罪过罪过 糟糕糕糟糕 那不是一种威虚吗 那还没有修复以前呢 听到这种批评啊 不会有好感 感觉上啊 这个人都好 好 这个恶劣的 这个人呢 非常的 这个 霸道的 这我有我的宗教信仰 你有你的宗教信仰 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啊 我尊重你的信仰 你为什么不尊重我的信仰啊 你要问问我 我为什么信宗教怎么好 好在哪里 你就 把我信的宗教 要抹杀了 而强制着 要 叫我信你的宗教去 不信的话 不信你的宗教 就变成魔鬼 不信你的宗教 就变成要下地佑 这样子是不合理的 不公平的 同样的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啊 对待人 你自己吃素是很好啊 非常好啊 鼓励人家吃素也很好啊 要看看怎么鼓励吧 不要叫人家正在吃 吃肉或者吃鱼的时候 你马上说 嗯 你现在吃肉 你吃猪 你将来会变成猪 你要被人家杀了吃 你现在吃鱼 将来你要变成鱼 将来要被人家吃 这种话 叫人家听得 当场呢 吃下吃不下了 吃饭也吃不下了 这个反感呢 是非常啊 强烈的 所以 我们首先讲 佛教徒不应该这个样子的 呃 应该呢 用啊 非常 友善的 缓和的 和客观的态度啊 来 跟人家集出的 那人家吃肉怎么样 人家吃肉的时候 不要讲什么啊 你不要吃就好了 另外呢 作为一个非佛教徒 或者是初心佛的人 还没有吃素的人 那么遇到了 有人呢 对你这样子讲了之后呢 你心里头 虽然不舒服 特别是非佛教徒啊 你不舒服 但是你应该要这样子想 这个不能代表全体的佛教 这个是佛教里面呢 若干的人 佛教里面有这么一讲 这种怪人啊 啊 就这种态度的 他这种人呢 就是呢 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变成佛教徒 这个心还是好心 不是坏心 这虽然说叫你啊 你吃了以后 你醉过 你醉饿 你有一胀 但是呢 这样子的讲法 这是他的好心 我们谢谢他的好意 这些纸籍是不是啊 能够吃素 那纸籍还可以考量一下吧 能够吃素也很好啊 这个吃素世界上 那么多人吃素了 没有说饿死的呀 或者是营养不良而死的 但是呢 如果说是根本不能吃素 环境不能允许吃素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佛教徒 不吃素的佛教徒啊 蛮多的 除了我们中国的大神佛教啊 主张吃素之外呢 许多的国家 许多的地区的佛教徒 并没吃素啊 所以是呢 也许很可以跟他一句话 嗯 谢谢你 我慢慢的我来回吃素 这个但是 现在我还没有啊 能够吃素 你说我一张重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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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